好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第一道料理 是素的對不對 對 我們今天把我們一個四川的料理 把它融入到素食當中 所以我們今天我就簡單介紹了兩道 那其中我們今天這一道就是我們用 腐皮捲 然後用我們四川水族的風味 素的東西可是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鏡頭底下拍一張特寫 我們的鍋碗瓢粉都不夠用了 你看今天這一道這個腐皮捲 居然這麼多材料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的腐皮捲要怎麼做 好 我們今天我們用 我們的腐皮是用我們的豆包 那豆包我們其實我們可以用很多材料 去代替包括四川的一個腐皮 或者是扮演的腐皮都可以 那我們今天是用最簡單 能夠取得的一個生豆包 那我們今天是很簡單把它掀開 我們就把它做一個 前面的一個準備的動作 那再來就是我們要準備做內餡 那我們要在素食當中 我們沒有肉類那麼高的一個黏性 我們就大部分都是用這個 豆腐來代替 拌豆腐 其實很簡單就是我們把它壓 捏碎這樣子 對 然後再把水分擠出來 對 其實我剛剛已經有稍微 把它水分擠出來 那我們就是運用這樣子的方式 讓它成為一個泥狀 那泥狀的時候我們因為像我們在 如果只有單純這個味道是不夠的 所以我今天我在裡面 我就添加了香菇 那再來第二個香料的來源是我們的一個醬 薑末 對 我們在素食當中沒有辦法像荤食 它有那麼豐富的一個味道 所以我們在這個調味當中 我們就是運用這樣子的方式 那在這個餡料當中 把它添加一些不一樣的口感 我們筍釘啊 或者是馬鈴薯 或者是那個什麼 那個叫做羊 羊地瓜 對 羊地瓜 對 我這個都可以去把它做添加在裡面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像這樣把它攪拌均勻 然後再添加一些太白粉 在太白粉的部分 我們這其實就是增加它的黏著性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會加一些胡椒粉 那其實像這樣子就可以做 很簡單就可以做一個獅子頭 是喔 這樣子炸的話不會分散嗎 不會… 不會喔 不需要甩過嗎 這些 像 因為它跟我們一般的肉類不太一樣 所以不需要就甩來甩去就對了 像這樣子我稍微把它搓一下 它就是一個獅子頭 我們用大火把它表面先炸過再去燒 它的形狀就出來了 所以你看這樣子就 那是很好用耶 對 這樣就很漂亮了 你看這樣子它就會讓它的一個 那個表面會是一個比較緊實的 那我們在這個包覆的一個動作 其實是很簡單 自己在家中操作 其實是很簡單的 可以就是像這樣子 抓出一樣的分量 才不會什麼哥哥吃比較大 弟弟吃比較少 會吵架 對… 我們前面在它接口部分 稍微加一些澱粉 就看太白粉或者是麵粉 都可以讓它有人在熟成的時候 它增加它一個黏著性 那旁邊我們再稍微蓋一下 那個也是乾澱粉 然後讓它表面有一個 比較黏著的一個狀態 那再來就是我們再把它 起一個油鍋 我的方式 我是會 它的油大概會在它的一半 然後用半煎炸的方式 然後讓它去做一個熟成 這麼多油它居然這個叫半煎炸 就是它沒有全部蓋住啊 OK OK 對 因為一般我們要全部蓋住 才叫做炸 是 那我們如果沒有全部蓋住的話 就不可以稱為炸 那因為這樣鍋子它看起來比較寬 所以你會感覺比較脫油 那基本上我們的它的一個 那個接觸面它還沒有辦法全部蓋著 然後我們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另外起一鍋粉 我們在這個 把我們的今天的另外一個材料 就是我們的一個大白菜 還有我們的那個腐竹 那在這個部分 我們今天用腐竹 然後先稍微把它炸過 那因為腐竹 我們煮過之後它會有一個 炸過之後它會比較有一個口感 然後它也能夠吸附它一個湯汁 在這個菜當中 它代表一個角色就是 讓它這個醬汁能夠吸附在這裡 增加它裡面的口感 我想說奇怪 還真的很豆腐 今天有豆皮啊對不對 對 然後有豆腐 然後還有這個腐皮 所以可以叫三代同堂嗎 其實就是把它做一個不一樣的結合 這個要沉得住氣 不要一直去翻它 整個顏色差不多的時候 你再把它換一面 老師你現在在做這個 我覺得好像在煮火鍋 因為我看到這個豆皮 就想到火鍋季節 我最愛用這個豆皮了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今天這個腐皮卷 我們就是把它一邊一邊轉 因為它比較厚 我們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一次全部炸熟 所以我們就是要用半鍵炸的方式 把它慢慢翻 然後像大家翻來這一面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剛剛這個接著麵 剛剛是接著麵先下去 所以它不會因為浮力而散開 所以你看現在都 它都黏得好好的 OK 它沒有分開 其實今天裡面的東西都已經是 雖然是生的 但是都可以吃 所以我們只是要把顏色炸漂亮 然後把那個味道炸出來 因為反正都經過這種油煎油炸 真的好香 對 然後它其實它的炸過之後 它對於醬汁 它能夠更容易吸附住 然後所以我們在這個水煮的當中 我們會把這個床位的一個風味 能夠吸附在這個豆 它的表皮 那如果你喜歡吃脆的話 我們就是把 等一下把醬汁直接淋上去就可以 那這個 如果我們要喜歡 就是稍微比較入味一點 我們等一下可以 跟醬汁做一個結合 像這樣子我們其實它 就可以了嗎 它的讓它表面 我們用最後逼油溫的方式 讓它表面能夠做一個 做一個結合 像這樣子 其實它其實很簡單 然後再來就是 像我們剛剛這個煮滾了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把豆腐 倒下去汆燙 然後在這個 我們快好了 然後我們今天還有準備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百葉豆腐跟杏鮑菇 對啊 今天整個黃豆家族幾乎都到齊了 豆皮 豆包 還有那個 這個百葉豆腐 所以 世代的 對 世代同堂 豆干還沒出現而已 對 最老的還沒出現 對啊 不過國外的觀眾朋友 對這個百葉豆腐應該非常的陌生 然後我們就稍微 它炸過的時候 讓它表面稍微有一個凝固 那個 做一個凝固的一個作用 它這樣膨起來 反而很像人家印尼那個蝦片 在炸蝦片的時候 這樣膨起來 但是它口感上應該是屬於那種 炸完之後應該更Q彈對不對 對 它會讓它表面收縮 然後它會更好吃 我們再把它 這全部的麵 都把它酥一點 我們就可以把它 夾起來瀝乾 然後再來就是進行我們的爆香 爆香的部分 我們就加少許的油 我們再放入我們的薑片 還有一點點乾辣椒 乾辣椒的部分 我們可能因個人喜好而定 我們加一點點就好 然後一點點的花椒 反正川菜裡面 大家都認為川菜都是這種很辣的 對不對 那很辣的裡面 就一定有這個乾辣椒 其實川菜裡面 也有很多不辣的嘛 是吧 有 對 其實像那個 開水白菜就是很有名的 就是吃它的原味 那再來就是我們 我自己做的麻辣醬 我自己這個添加兩次 稍微我們把香味爆出來之後 我們再運用這樣子的油脂 其實這個很容易 就可以去做一個操作 那我們 香味出來 我們就是用 加一點醬油 去嗆它的香味 然後再 還有加水 然後我們把它 把我們的菜也可以加過來 我們一定要記得 我們是醬蝦加了之後 我們把我們的一個辣醬 跟醬油加下去的時候 它味道才會出來 它那個麻香味才會出來 然後我們再結合我們的水 還有我們的菜 我們菜稍微把它稍微煮過 它這樣子的味道會比較香 然後我們再添加少許的水 水煮 它其實 它的風味其實很簡單 那它重點 它就是為了帶出它這個豆瓣的香味 我們稍微 稍微讓我們剛炸過的那個 白葉 還有我們的一個杏鮑菇 我們先稍微跟它揮煮一下 然後我們在裡面 我們再添加胡椒粉 然後再添加香菇粉 我用這樣子的方式 其實它的調味很簡單 很單純 那我們可以運用這樣子的一個烹調 我們把我們一些 添加一些家中的一個餐桌的一個顏色 我這樣這樣子有一點 有點艷紅 它就這樣子會比較好配飯 其實這個辣度是看個人調整 如果你自己沒有吃很辣的話 我們可以 因為現在其實很多人他喜歡吃麻 他就是會有那個花椒 青藤椒的那個麻 但是他不是喜歡吃辣 今天來到這裡 跟大家 跟觀眾朋友分享 其實也是這樣子的概念 就是我們把它 做一個不一樣的一個結合 像我們一般 一個水煮牛肉 我們把它做一個素食的 那我們素食也不是只有 最簡單的 我們就只有這個 這樣子煮一煮 我們就這樣子做呈現一道菜 我們就再另外教大家 做一個不一樣的腐皮捲 那我們這個腐皮捲 我們可以做不一樣的一個結合 讓它兩個孔味做一個搭配 那我們在配飯的時候 我們為這個素食的朋友 也有一些不一樣的一個 那個新的選擇 那今天這一道水煮的這個腐皮捲 真的是好豐富喔 那我們再添加我們一點麻辣醬 然後還有辣椒 其實如果你們沒有吃很辣的話 其實不用再加辣椒沒關係 那我們在淋油這個部分 就像我們在清蒸魚 我們會用蔥絲上面去淋油 那我們在水煮的部分 我們就是用香油 還有一些我們自己體驗的 那個花椒油 運用淋油的方式 讓它香氣再更加提升 最後的這幾滴油是 非常非常的關鍵 它的香氣一定是要有加深 它其實這樣有刀味就好 然後再加上煮水煮的部分 我們會先去燃油 然後再加上煮水煮的部分 我們會先去燃油 或是煮水煮的部分 我們會先在馬上煮水煮的部分 我們會先來燃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